一雙姐妹平安 平安 好 甚至沒有這樣見面 其實我本來的清潔是 馬太福音五章十三十六 然後還有以侯所說的三章的 指數到二十幾 當然今天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從五章十三十六 一起互相來學習 我們都期待自己成為 上帝所喜愛的器 我們都知道 如果是被上帝檢選 特別是在羅馬書 羅馬書八章的二十九到三十 這邊有提到 我們都是預選可以檢選 我們不只是被創造 還被檢選 要不然你不會這個時候 在這個地點我們進到這邊來 一起敬拜主 有沒有想過 你是被上帝檢選的 所以我們一起來這裡敬拜主 要不然你可能在外面就羅馬書 可能你就早上 對你自己整個事情吃早早餐 休息逛逛節 而且他招人來又怎樣 使我們得榮得要 你有沒有想過 我的生命是一個榮耀的生命在我的裡面 我的生命有上帝榮耀的企劃在我的裡面 有時候我們被檢選 受洗完後 我們知道 但是久了怎麼樣 久了可能就忘記了 這個榮耀可能就 與我們無關了 可能就拋了遠遠的 我就是一個 禮拜天來聚會的基督徒 禮拜天在生活當中 禮拜天來了 這樣子的一個信徒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 馬太福音的五章 這前面我們今天讀的這個經節 前面的背景 他難怪那個耶穌用什麼的 耶穌用八福來提醒他們 他們要虛心 要溫柔要沐浴 要憐憫要清心等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們看完這八福之後 他馬上跳到十三十四節 他馬上說 你們要做世上的炎 成為世上的光 那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也常常聽到 說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 世上的炎 這個對我們特別是老基督徒 我們都非常清楚 可是我們是要做什麼樣的光 什麼樣子的炎呢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這樣子 那我們來想一想 鹽 鹽是什麼 我們在講 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 世上的鹽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鹽具有什麼 鹽的特色就是能夠防腐 還有調味的功能 那鹽還有什麼 鹽除了防腐調味之外 當時候的鹽是怎麼樣 其實當時候鹽是很珍貴的 他們必須要經過提煉完後 才能夠使用 那提煉完後的這一些物質 他可能還像鹽一樣 可是他有沒有那個鹽的功能 已經沒有了 所以耶穌很有趣的 他用這個來比喻跟當時候的人講說 你們是怎麼樣子 你們是蠻圖 而且實際上蠻圖是一個 與眾不同的蠻圖 耶穌很特別 他喜歡用生活的 他們的生活經歷去做比喻 畢竟他們是與眾不同 你要知道他們的鹽當時候 然後結果然後要提煉 那同時他又說光 光我們來講說 他是怎麼樣 區隔黑暗 然後呢 去照亮 所以他用那個十三十四節 這邊講的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 他們有一起錄 然後是世上的光 然後要來為主來發光 好榮耀天上的福 讓人家看到一個好心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光 鹽是與眾不同的 光是怎麼樣 光它的比率可能是代表的是什麼 對環境是有影響力的 跟你的環境是區別開來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去想想 欸 他用光 用鹽去比喻說 他們是特別的 是有影響力的 那是成為門徒的 我們現在來講 他當時候要對那些人講的話 你成為光 成為鹽是與眾不同 是特別是有影響力的 是門徒的樣子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不是被你拿來炫耀用的 因為當時候 他對一群 自認為是 已經對信仰 對律法非常非常了解的 跟隨著 或者是旁邊一起看 看好戲的人 所以他講的是說 欸 你不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無事怎麼樣子 不是拿來做一個炫耀的 他用生活上的比喻 鹽 我們剛才講到說 鹽是有調和的作用 炒菜拿來鹽 可以使一盤不怎麼樣的菜 或不怎麼樣的食物 變好吃 沒有錯吧 就像福音也一樣 你怎麼樣子傳福音 怎麼向人訴說上帝的愛 有時候你拼命一直跟他講 他很有可能拼得進去 不可能 鹽就好像是福音一樣 是這樣子消耗於無形當中的 我們也可以說鹽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到說 鹽相化於無形當中 因為你一直跟他講福音 有時候那個福音 是沒有辦法進到對方裡面 其實我們把鹽就好像 鹽如果我們 我記得 小時候喜歡做一個實驗 你們一定也都知道 就是冰塊怎麼樣子 變成是很快就融化 就放鹽 鹽巴就融化了 所以有人可能來說 鹽就好像是怎麼樣子 它能夠跟一個環境來融合 跟一個環境來 就像我們講的 消失於當中 但是卻又使這個 這個環境或這個食物 更加提升更美味 所以穆安德烈 我們用鹽來比喻 讓我們感覺 就像一個人是一個 耶穌用這個比喻來講 讓其他世上的鹽 就好像你們要融入那個環境當中 要謙卑下來 特別用找一個 找一段話是穆安德烈講的 謙卑不是要我們 帶著到神面前的動物行 謙卑最主要是什麼 謙卑是知道神是我們 上帝是我們的一切 當你知道上帝是你的一切的時候 你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 說你或者是你眼前 有各方面的壓力也好 或者是各方面的挑戰也好 你都願意放下 因為你知道 要上帝在這一切萬有中掌權 而且當你願意這樣子 降伏下來的時候 這樣子 上帝要是 他所要成就的事情 是更往上的更往前的邁進 我們記得言有這樣的特質 那我們來說光 光是什麼 光不就是 除了讓我們知道說 他能夠發光 但是他裡面講的那個燈台 燈台他們能夠怎麼樣子 他們能夠自己發光嗎 沒有辦法 燈台的 沒有辦法自己發亮發光 是要由那個 人由上頭來去點亮那個燈台 那個燈台才有作用 就好像我們人一樣 有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這個 我可以做那個 那我們也知道 要完成很多的計畫 需要努力 但是有時候怎麼樣子 有時候努力 未必可以成功 就像我們都知道 工作事業一定要努力 可是有時候努力 能不能夠成功 不一定 有時候是要靠著努力 還有上帝的引導在這當中 特別是我們也提到說 上次我記得說 有時候我們是 軟弱 是沒有辦法做什麼的 可是這個人 他卻能夠帶出 你的影響力出來 特別上次有提到 2013年有個熱愛生命獎 有一個張手的先生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根本就是 脊椎不全的人 而且他生長在 極度破碎的環境之下 但是他卻帶出 有大的影響力來 成為 成為 被選為全球熱愛神秘的代表人 那我們可以說怎麼樣子 這個他用言告訴我們 我們要謙卑下來 要謙遜下來 然後用光來告訴我們 這個光不是說會發光 而是我們知道 我們能有功能有影響力 是從上頭來的 所以他用言跟光 不就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成為他的跟隨者 成為他們跟隨者 所要的就是 我們講聽話 不是只聽爸爸媽媽的話 聽話就像我們這張 原本的圖片一樣 是跟隨那個 當時 他們都覺得 他們覺得 有大的君王 要來 要跟隨他 可是他們不知道 要跟隨的是 耶穌基督這樣子的跟隨者 有這樣子性情 要聽 要聽話 所謂聽話就是 聽從 聽從他的話 學習他的生命態度 在這當中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知道啊 要成為主所喜愛的樣式 無非就怎麼樣子 我有愛心 我可以消化在無形當中 我可以發亮 為主代 我可以發亮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我告訴你 愛心每一個人都有 即使我們不信主都有 但是如果沒有從基督來的愛的話 有時候那個一切會失去意義 有時候那個叫做 氾濫之愛 我們也要說 如果沒有基督來的愛的話 你的發光 有時候是會傷害人的 所以他這個愛是什麼 他這個愛是 成為主所喜愛的樣式 就是從從領受他的愛 從領受基督的愛開始的喔 我們可能想說 也 他可能是默默的 默默的 但是他默默的話 有時候他也會怎麼樣子 他可能 如果他沒有基督來的愛 他的默默的付出 有可能是帶著一個苦都式的 一個不與環境為伍的方式 可是從基督來的愛 他那個方式 那個融化在裡面的方式 是一個讓人家感受到溫暖的 感受到沒有壓力的 沒有壓力的 我們講 我們都有愛 實際搞不好講的愛 比我們還要多 但是從基督來的愛 跟從基督來的愛的發光 的影響力 我們要去分辨 要去區隔 兩個是不一樣的 如果 我們講到說 如果是沒有從基督來的愛 那樣子的愛是怎麼樣子 那樣子的愛 可能他會有光芒 但是呢 那樣子的光芒 可能是 哇 使我們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我們講的 這樣子的 他講的 這樣子從上頭來的 我們講到 從光芝取那個重光芝緣的那樣子的愛 是可以去照亮很多人 是可以去溫暖很多人 不是一個巨星般的光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人 這個人我不用介紹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可以說 他像不像那個 知取那個重光芝緣的愛 如果他沒有從基督來去知取那個愛 成為在他事工上面 他在服飾上面的話 他其實 有可能他沒有辦法長久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他沒有辦法是怎麼樣子 他沒有辦法長久之外 他可能沒有辦法 帶出這麼大的影響力出來 可是我們知道 那樣子的光點 就像我們今天講的 是知取上頭來的愛 以至於他做了很多 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事情 這個我不用多做介紹 因為他領受的那個愛 他知道那個上頭來的愛 是一種完全的接納 完全的包容 有時候我們都講說 哎呀愛可是怎麼樣子 有時候那個愛 很多的愛都有愛 但是一閃即過的 那從上頭來的愛 它是可以帶來改變 可以溫溫的人 去影響人的這樣子的愛 我們來提到說 在我們成為上帝所喜悅的 樣子的時候 除了我們必須要像 炎一樣 像光一樣 謙卑謙虛的在他面前 然後知取他的愛 有時候成為他所喜愛的人 還要怎麼樣子 還要忠心持守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當下我領受上帝啊 就是耶穌啊 上帝啊你離我非常的近 透過好像透過耶穌基督 我感受到那個 上帝信實的愛 可是有可能就是 日復一日 日復一日 這個愛在沒有我們 細心的持守之下 有可能一樣的 就沒有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互相學習真理的時候 有些事情 有些從上帝來的真理 必須要去持守在裡面 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學習的是 在忠心持守上面 我們學習契約跟蒙約 有什麼差別 契約 大家有時候做生意都知道 是一種合作的關係 訂定條 條約 條換 然後就 上課的 就年輕人同學來講 欸 我們的關係 可能就是我們一起 上課 一起遊戲 一起玩 一起補習 我跟你很好 巴迪巴迪 巴迪這樣子 可是有可能 一個 吵架 或者是呢 一個利益受損的時候 這個契約還在嗎 不一定 有可能就沒有了 但是上帝的愛 有可能是 我們剛才講的這樣子 不可能 上帝給的愛 不是契約 是蒙約 所以我們要想 我們無論遭遇到 什麼樣的事情 一定要記得 上帝與我立的是 蒙約的愛 不是契約 契約會隨著環境 隨著感覺 改變的 但是蒙約沒有 我們來看看 這個照片是什麼 這個照片呢 我們九月底要邁入十月了 這個照片是在那個 東德的那個 來歷西米古拉教堂的 一個禱告會 你知道這個禱告會 有什麼特別的嗎 它可能沒用 就是一個禱告會而已 就是讀讀經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禱告會 但是你不知道這樣子的一個禱告會 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 東德的歷史 也改變了德國 如果我知道了你就 容許一下 我來介紹一下 這個禱告會 非常特別 當初 就是一個傳道人 一個牧者帶兩個年輕人 他們一起讀 讀經禱告 在從他們的讀經禱告當中 他們從以賽亞書的九章二節去體驗到說 黑暗中要有大光 所以他們因為這樣子的禱告 他們就約定好 我們就是 在一個月內 每人 給不同的人 三支蠟燭 而且呢 為他祝福 為他們祝福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非常 我們剛才講的 持守也好 就是這樣子做 一直到那個 這是十月 當時候的 十月九號的情況 就這樣子一直 一直持續持續的時候 開始有什麼 開始有那個警察 注意他們都知道東德那時候是共產國家 甚至是什麼 甚至那個秘密警察 東德秘密警察 有一些比較年長的 弟兄姊妹你們可能很清楚喔 有沒有壓力 對他們來講可能是有 可是他們怎麼說 他們怎麼樣子去告訴自己 他們怎麼樣子 他們來說 他們用經文 來去告訴我們 來去告訴他們自己說 要愛仇敵 甚至是什麼 為主上去生命的 要失去生命 他們活出這樣子的話 不會外頭已經都有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 不算是組織的組織 就這樣小小的帶出這個影響力來 成就我們經典這個畫面 連當時候的東德的領袖 他們怎麼講 他們講的是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 要面對各樣的挑戰了 結果沒想到 要面對的是什麼 要面對的是蠟燭跟祷告 有沒有覺得上帝的做事是很特別很奇妙 我們可以說 他們用愛來偏弱 用愛來去做改變 我們也可以講什麼 我們可以講說 基督徒好像是一個什麼 基督徒好像是一個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那個光點一樣 而且這個光點是會移動的 是沒有辦法被限制住的 所以你要記得你是一個光點 不只是你有那個消化無形當中的特性 你又與人合好的特性 你要知道你是一個光點 那這個光點是怎麼樣 是一個移動性的 在你的各個領域當中 有可能我覺得我只是在工廠工作 我沒有辦法成就了什麼大事 沒有 你也是一個移動性的光點 是教會沒有辦法做的 你在職場上 你覺得你是很 就是一個小小的工作的角色 記得你是移動的光點 你覺得你帶小孩帶的很累 請你記得 在上帝國裡面 你是一個移動性的光點 而且是怎麼樣子 我們講到就是說 這樣的光點要把主的榮耀顯出來 這個榮耀很特別 這個榮耀是怎麼樣的榮耀 是過去上帝已經在你還不認識他之前 你背照之前 這個榮耀就已經放在裡面了 他的原本榮耀的意義是 這麼奇妙 是已經主動完成的幫你放好了 幫你計畫好了 看你有沒有去按著 學習耶穌基督的量式 去諮詢他的愛 然後一步一腳印的跟隨他 來成就那樣子的很榮耀的計畫 榮耀的生命出來 我們來看一看 上帝能夠照著他的運行 這個我們講的今天的金句 心裡的大力 心裡的大力是什麼 若非就是那個復活的能力 那個聖靈的能力 復活的能力 在我們裡面 我們用一個 這個電影在美國很賣座 他就在台灣大概是 叫做亞馬遜的悲歌 那這個是描述什麼 他這個描述的是 當初有五個宣教是 跑到一個亞馬遜的部落裡面 那個部落叫做奧卡族的部落 這個部落我們都想像說 要去那個宣教大概就是 盲荒之地 化外之之地的一個地方 沒有錯 他們還有一個隱憂是什麼 他們不只是性行暴力之外 他們有一個隱憂的是 他們的族人是會怎麼樣子 是會自相殘殺的一個地方 所以不只是宣教是要面臨的暴力 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殘暴暴力之外 還有一個是他們會自相殘殺 所以這一個原始部落 還是一個可能會滅絕 也帶來自己生命危險的 但是他們去了 那在去的時候怎麼樣 在去的時候 他們 當然語言 不是很快就學好 但是已經都慢慢的有進度了 有一些祝福在這當中 可是因為有一次的誤解好了 或者是有一次的謊言 然後誤解讓原本那個積壓已經很久的那種 當地原住民他們的想法 他們覺得是他們是被壓迫的 是被 常常被外來者去侵略 就這樣子他們怎麼樣子 那五名全教師被殺了 當然被殺之前 他們用很深色的語言 在信仰的持守上面跟他們講說 我是你的朋友 那當然 這個會拍成電影 會被人家拿來說 一定是福音有廣傳嘛 否則我們不用 我們中間不用再去敘述那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故事當中 看到他是非常的 我們講的愛心 那個愛是上頭去知取來的 愛是一種犧牲 願意在那個融合的當中 那樣子的愛 甚至是怎麼樣子 他在過了這三十年之後 當初那個殺他的那個族人 他已經成為傳福音的人了 所以等到他的孩子 就是這個被殺的那個宣教師後 後來他們有兩個人用力 一個家庭 這五個宣教師裡面有 一個宣教師的太太在很感動之下 就願意回到那個地方 帶著他的小孩回到原本的地方 去做福音的工作 結果等到福音在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福音的種子冒出來的時候 他的當初的那個孩子長大之後 回到那個波羅 因為最後聖經也有翻譯成 那一個族群的語言 當他回去的時候 回去組織那個聖經的感恩禮拜的時候 那個頭目啊 突然有一個人跑來告訴他 說我就是殺死你爸爸的那一個人 哇他痛那個頭目痛哭流涕 為什麼 他內心帶著什麼 他內心帶著是什麼 他內心帶著是罪揪感 定罪感在自己裡面 很深的很深的在裡面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最感動的是 他的兒子講出了什麼樣的話 他的兒子講到說 是我爸爸 靈受上帝的愛 他願意犧牲來 不是你殺他的 喔這個跟一般的愛心不一樣喔 我們跟你講不信主的人也有愛 有沒有 什麼名字說 靈受上頭來的愛 我要成為影響力的人 要發光 靈受上頭來的 指揮上頭來的愛 所以他講這個 不是你娶了我父親的心 是我父親自己願意的 這個就是當初 那個宣教師的太太 後來再回去穿福音 讓他的小孩子 欸就這樣一棒一棒的接著 然後在那個感恩的時候 他就是去 回去做那個禮拜 那個非常感動的時刻 在這當中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說 我們用這個故事 我們來去做做光作 也要成為主所喜愛的器皿 我想不就是這一群宣教師 雖然生命非常短暫 他們施工 短的不得了 甚至是失敗的 不成功的 但是他們怎麼樣 他們學習 耶穌 密尼賽亞的樣式 學習耶穌基督的樣式 跟隨 然後怎麼樣 不只是跟隨學習 他們去領受上頭來的愛 帶出那個行動出來 甚至怎麼樣子 他們進到裡面 他們還是忠心持守的 那個謀約 一直到什麼樣子 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那個雖然看起來是死了 但是那個復活的 那個看起來是死的 是失敗的 但是那個復活 那個死了 復活的能力 卻在這一個地方 寡泛的運行 卻在這樣一個福音未得之地 可以廣泛運行 我們用這個故事 跟這一段經文 我們可以互相的來做勉勵 有時候你可能在家裡 你想要傳福音 想要告訴你的家人 或者是有時候 你在職場上 覺得很疲憊 這個人的靈魂 關我什麼事呢 想一想關我什麼事呢 想想今天我們一起學習 一起分享的 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在 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如果是很久的基督徒 我們想一想 我要做什麼樣的光和眼的基督徒 那時候我們領受太多 父神的愛 我們透過今天早晨 上帝告訴我們 話語 從聖經來的話 話語 我們一起來彼此的學習 我們同心祷告 我們同心祷告 阿倫父神 我們向你說 主 有時候我們可能認識你很久 或者是剛認識你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 我們不明白 真的有時候 主 我們也想要為你來做光做眼 但是主 我們知道 若沒有從你上頭而來的愛 上頭而來的智慧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我們所做的一切 不一定是和你喜悅 主 我們透過今天這段經常 我們要彼此來互相學實 主 牧的從上頭來的愛 从上头来的领受 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 在你所应取的计划当中 不断的带领我们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场当中 持续的引领我们 在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是各式各样的职分 但是主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生命 要来荣耀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共主耶稣的圣名 Amen 我们用这一首诗来去回应 父神透过耶稣基督 测不透那个 功功夫妇的恩典的爱 来帮助我们 教官 教官 我们可以一起 起立来回应他的诗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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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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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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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